接下來看一個日本的實驗影片 這個影片再度告訴你福利等於排開的意中 現在磚頭 線彈簧秤 水箱 水 那個蟹就是尼龍神啊 interfer procedures 水箱 手跟七五cal 水箱 sendiri 水箱 汽車 VAN AZ 現在秤2.45公斤 然後現在這個容器0.24公斤 然後把它裝滿水 要讓水滿出來 現在知道排開水多少 它就減輕了1.35公斤 就是浮力嘛 然後現在多了1.35公斤 多了1.35公斤 然後有這麼多毫升嘛 沒錯嘛 就是證明了浮力就是排開的異種 OK就是做這個實驗證明浮力就是排開的異種 排開異體的提成異體的密度 接下來是一些應用 就是有些魚不是所有的魚都有漁標 有些魚有漁標就是一個空氣空囊 它可以靠著漁標變大或者變小 控它的浮力讓它可以上升或者是下沉 好 漁標變大 空的多浮力就大一點就可以浮起來 要不然就會沉下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浮力的一個運用 還有就是飛船 我們叫做充駭氣對不對 那氫氣也可以 就是氫氣危險 然後呢就會變得比較輕 它就可以飄起來 它就可以飄起來 可以浮起來 所以這個是飛船 還有就是天燈 天燈在底下燒 它燒了以後就會熱 熱空氣會膨脹 然後密度會變小 所以整個它就會浮起來 天燈 這些都是所謂的浮力的御用 御用浮力 空飄 氣象的空飄 其實我們國中基本上沒有交太空氣球 就是把它放到天上 然後收集資料 來幫我們做氣象預測 幫我們做氣象預測 這也是它可以飄上去 也是因為它的密度 比我們的空氣還來的小 所以它可以往上浮 就是 以上都是利用的浮力的現象 然後這邊有一個PHET的動畫 現在兩個都是五公斤重 這個木頭會浮 下去 它排開來了 它排開了五公升 五公斤 所以五公斤重 它浮在這裡 這後面要交到 浮物體的浮力等於物重 所以它五公斤重 浮力就是五公斤重 那這個沉下去的磚塊會沉下去 它比較討厭的事情是它沉下去 它排開了2.5公升 會減少2.5公斤 可是它的磅秤是用牛頓算的 所以看就不太一樣 一個公斤重的牛頓要換算 比較討厭 這個是我們兩個重量一樣 那會把它改成體積一樣 體積一樣 這個2公斤 這個10公斤 體積一樣大 丟下去一樣 2公斤重 浮力就是2公斤重 排開就是2公升 未來的重點 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我們後面會交 這是這個重點 然後這沉下去的 10公斤往下沉 它就排開了5公升 就減少5公斤 就只剩5公斤 5公斤 這多少呢 49牛頓 我們講過 一公斤重9.8牛頓 所以49牛頓 就這樣做 這個就是用動畫給你顯示 我的浮力的狀況 我們動畫在那個 線上教學網站上有 就請你自己去看一下 做一做這個浮力的試驗 OK嗎 OK